Hello 你好 我是Alan 今天有一位客户问我 他在他后面的房间 发现有一个衣橱被白马蚁侵蚀了 所以衣橱里面都有很多的白马蚁 他把里面的衣服全部都搬搬出来 然后把整个衣橱移到外面去 放在他的篱笆外面 然后才喷煞冲击 结果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才发现 他在搬衣橱的时候 就有很多白马蚁掉在他的客厅啊 跟那些板上 他就很担心啊 他就马上打电话给我 请我过去检查 并且提供一个消灭白蚁的服务 在这边要给大家知道的就是 在整个白马蚁窝里面 会出来寻找食物的 只有白马蚁的窝客 还有就是收着 这两种白马蚁的话 他是并没有繁殖能力的 所以掉在地上的白马蚁里 别太担心 他自己又再重新做到一个新的白蚁窝 并且持续的侵蚀你的助甲 在整个白蚁窝里面 只有白马蚁往后 他有繁殖能力 还有剩下就是一些繁殖性白蚁 他们是那些有质旁的繁殖性白蚁 而出去寻找食物的 卧客跟收着 他们并没有繁殖的能力 他们的繁殖能力是不健全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只是如果发现白蚁的话 尽量就是减少干扰他们 也就是说 如果他已经在侵蚀里的溢出 或者是说一些门框之类的地方 不要把那些溢出啊 指向指批那些搬走 因为如果你搬走的时候 就会影响或者干扰到他 他在拾气大量的死物的时候 他就会紧张 并且持续过散到更多的地方 寻找新的食物来源 所以在这边要让你们知道 如果你搬动厨或者指向指批 他的那些白蚂蚁掉下来的话 那些白蚂蚁的 卧客跟手机是并没有繁殖能力的 这个你不用太担心 可是如果发现白蚁的话 最主要就是用安全跟有效的方式 彻底的消灭整个白蚁锅 我是Alan 如果有相关任何白蚁的问题 都可以询问我 谢谢你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